26号的万安演习 苗栗县通宵镇有一名驾驶不顾管制 在苗128线还继续开车 警方发现了其机车前往劝阻 却遭到驾驶冲撞受了伤 因为他车子开得摇摇晃晃的 经过酒册酒册值高达0.7 等于他违反了民房法还妨碍公务 现在还要再加一条酒驾 光是罚金最高可以罚24万4千元 26号万安演习 行驶车辆应立即靠边停放 行人就近疏散 但这台车却勇往直前的继续开 旁边都没有其他车辆 仿佛路就是他的一样 警方赶紧骑车上前劝阻 没想到他没停车还冲撞远景 警车被他一撞往前暴冲一下 差点hold不住 远景也顾不得是否受伤 先把他引导到附近停车场 被撞的是乌梅派出所所长 他忍着痛直到逮捕驾驶后才就医 开车的74许性驾驶 因为把车开得摇摇晃晃 经过酒策 果然酒策只超标 套中倒就喝酒喝到忙 又在万安演习时开车上路 该车静不听指挥 人执意往前开 将所长撞伤 26号下午1点50分左右 还剩10分钟演习才结束 警方在苗128线与通宵交流道口 发现一辆蓝色字小贺车 摇摇晃晃往屋梅方向行驶 立即驱车前去引导掩蔽 不料该车进不听指挥还撞警察 这下除了违反民方法 还涉嫌妨碍公务跟酒驾被移送法办 光是罚金最高可罚24万4千元 记者张新杰妙力报道